被绿地环抱的木星池 还有池畔的榕树相伴 这样的疗愈美景哪里找 答案就在树林河滨公园 大岸溪自行车道15.6K处 新北市政府高摊处 低度开发进行整修 以既有的原生苦练林 搭配台湾原生植物 兰与无心石 再加上石板铺面和碎石步道 来到这里可以远眺美丽的河岸景观 木星池以半年时间封闭施工 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后也占不绝口 称占高摊地独有的镜面水池 保留了浑然天成的景观 不管是休闲放松 还是骑车经过这里 当成是中祭点 四季都能够看到不同的季节美景 这里一定是人们最喜欢来这里 休憩的好地方 也是沿着大汉溪自行车 所有的这些车友 最喜欢来这里休憩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行梭 以及让我们回归大自然 让大汉溪这块原有的土地 风貌再现 树林河边公园木星池 新型造型映照着蓝天绿地 还有鸟类不时经过制造惊喜 简单的自然环境 最能够吸引人 就是新北的恋人之心 必定是打卡的新景点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 新北报道 接下来 感谢观看